人不可能充满预见地将生命的片段串联起来 只有在回顾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些点点滴滴的联系 所以你必须坚信 你所有的经历必定会在某一天 借着某一事物或某种契机联系在一起 考上大学来到一个新的环境 什么都是陌生的 整个人倍感孤独 你送的多彩风车散热店 我带来学校了 不知远方的你过得好吗 他就是我最好的儿时朋友 而我们的友谊 也就是他给我的风车开始的 记忆犹如一个模糊的相机镜头 将一切均收入镜头之中 产生比实际景致更美好的画面 希望天天都这样 我也希望这样 如果能够活在风车上 跳到一个快乐的岛上去就好了 如今 多彩风车散热店也一直陪伴着我 就像儿时的时光也不曾远去一样 不知道在你的心里 是不是也有一个小时候特殊的符号呢 风车是世界通用的语言 风车拥有无限的内涵和指向性 风车不只是一道风景 更是一种精神象征 一种图腾 象征着人们对天空的热爱 象征着童话般的幸福 童年时代 我们玩指风车 酷奇风车散热店 向童年致敬